全民穿越公路求生 苍小空低头看了看那堆炸成破烂的车 不由地叹了口气 算了 有什么好东西估计都被炸碎了 就不费这个力气了 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赶回路呢 苍小空说着和我挥手告别 等苍小空离去之后 我挽了挽袖子 移出来干活 十几辆蒸汽自走机械 开始拆解孙飞飞的汽车残骸 很快 孙飞飞的车子就被拆解一空 获得了一些金属钉和金属零件 比较可惜的是没有拆出任何图纸 几具蒸汽自走机械 找出了一些没有被巴族卡损毁的东西 可惜都是女士的衣服和化妆品 属于是只能分解成肥料的垃圾 孙飞飞的尸体也被拖了出来 孙飞飞的上半身基本上被炸碎了 只能分解成肥料 难道真的没什么收获 我皱着眉头 感觉脚下被什么东西绊倒了 我低头一看 脚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件内衣 看型号明显是孙飞飞的 我嫌弃地踢了一脚 然而似乎是刚才的爆炸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已经超过了内衣承受的极限 那件内衣被我这么一提 直接碎掉了 伴随着砰的一声清响 一大堆东西从那件内衣里涌了出来 棒棒糖 势力架 能量棒 仙女棒 电击器 万能钥匙 各种装着不明粉末的瓶瓶罐罐 小刀 盛乡的矿泉水和罐头 二十桶汽油 半份剁胶鱼头 吃剩了一半的烤玉米 还有一把没有子弹的格洛克手枪 操 没想到这个孙非非居然把东西都藏在这里了 居然是内衣型的空间装备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个鬼菜设计师 这要不是机缘巧合 恐怕也没人能发现孙非非把东西藏在哪里 我在物资里翻找了起来 那些没开封的食物和水 自然要收走拿去贩卖 至于那个电击器和万能钥匙 则被我重点收好 这个家伙实在是骗术高明 虽然有游戏系统证明其已经死亡了 但万一有某种道具重新让其复活了呢 还是将其尸体彻底粉碎 变成肥料才能让我安心 很快 孙非非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痕迹都被抹住干净 我开车继续向前 前方不远处是一个分叉路口 只不过 这条分叉路口分出了三条通往不同方向的路 在提示系统的提示下 我选择了向山上行进的道路 在不远处 我发现一辆木马人在公路上慢悠悠地开着 玩家还是土著 很快 我追上了那辆车 他透过车窗往里一看 顿时下了一大跳 原来这辆车的驾驶位上空荡荡的 连一个人都没有 座位上虽然没有人 但是方向盘上好像是有一双手 只不过这双手有点奇怪 好像是从下面抓着方向盘 在座位下面还伸出了一根金属管子 前方还有一个90度的弯折 赫然是一个前望镜 怎么还有个前望镜 我调整摄像头向着座位下面望去 我赫然发现在椅子下面有一团乱糟糟的毛发 转来转去的 好像是一个人脑袋 这时那团毛发也发现了有人在观察它 立刻转了过来 露出了一个留着八字胡的面孔 你好啊 很高兴在旅途上看到你 我叫海格 你叫什么 我被吓了一跳 一脚踩下了刹车 车子停了下来 那辆木马人也缓缓地停在了路边 车门一开 一个侏儒从车里跳了出来 迈着小短腿 缓步向着步兵战车走了过来 纯粹是这家伙的个头太矮了 踩着脚踏板就无法看到外面了 这才弄了个前望镜 一副无人驾驶的样子 我穿着蒸汽动力外骨骼 从车里跳了出来 你好 我叫十三 也是一名玩家 你好 我叫海格 诸如正 不是怪物 啊 善地 你可真是个大家伙 对了 给你这个 作为见面礼 希望你能喜欢 海格说着 从背带裤里摸出了一个南木盒子 小心翼翼地打开 一脸肉疼地从里面取出了两根雪茄 将其中的一根递给了我 果地雪茄 某世界的特殊品种 牺牲后可大幅度恢复精神力 提升精神活跃性 心情只加十五 对老烟掐效果翻倍 好东西啊 多谢了 这样吧 既然你送我礼物了 这个就当做回礼吧 我取了一瓶杜松子酒 交给了海格 啊 居然是杜松子酒 我的最爱 这份礼物我真是太喜欢了 我拿出了两罐啤酒 丢了一罐给海格 对了 你从哪个世界来 这车子不赖啊 我发觉海格的这辆车 虽然和三级的六轮越野车差不多 但它样子似乎不太一样 不知道是世界原因 还是经过了特殊的改造 嘿嘿 不错吧 这可是我的宝贝 这是经过我专门改造的 虽然比一般的越野车少了两个轮 但是速度要快了百分之五十 而且 还可以节省百分之三十的汽油 怎么样 我厉害吧 啊 那倒是挺厉害的 你居然还能自己改造车子 能改 不过只能改一点点 限制很多 我能看懂一点图纸 可以按照上面的改动一下 不过限制不少 如果要是没有限制的话 我早就把这个该死的座椅和驾驶 是改造一下了 这个车子的动力不错 就是对我们诸如太不友好了 从某种程度上 讲这是一个简配青春版的莉莉丝 你从哪个世界来的 我从一个末日废土来的 那里可真是糟糕 天上到处都是废气 根本就看不清太阳 啊 那可真是一个糟糕的世界 我的上一个世界是冰原 虽然很寒冷 但是每天都能打到一条狼做食物 还能看到太阳 虽然感受不到什么热度 但是比起废土来说 还是好多了 对了 这些狼肉送给你尝尝 海格从车里拖出了一块 比他身体还大的肉块 送到了我的手里 而且 海格很健谈 似乎太久没跟人说话 把他憋坏了 我甚至没怎么引导 他就巴拉巴拉 把自己的情况讲了一个遍 没一会海格就醉倒了 根据海格自己的描述 他先前经历的三个世界 居然都是冰原求生 每天打交道的 都是各种冰原生物 同区的玩家几乎就没见过 我是他在这个世界 见到的第一个玩家 难怪没什么地方的心思 我将昏睡的海格 拖到了他自己的车上 随手关上了车门 对于没有威胁的人 我懒得去管太多 并且海格还可以改造发动机 以后说不定用得上 临走之前 我给海格留了一盒上好的雪架 我继续开车上路 向前开了三公里 前往再次出现了一个分叉路口 只不过 在分叉路口上 居然立起了路牌 通往左侧公路的路牌上 写的是通往游戏 一二三木头人 通往右侧公路的路牌上 写的是通往游戏 极限过山车 我在两个项目之中犹豫起来 光是从字面上来看 极限过山车 应该是考验车技和胆量 至于那个一二三木头人 则完全想象不到 被游戏系统改造成了什么样子 变数太大 还是选极限过山车吧 至少稳妥 选择极限过山车 获胜者者奖励 漩涡二型发动机一台 选择一二三木头人 获胜者可以获得车载 智能操控系统扩展插件一个 等等 智能操控系统的扩展插件